今天是8月15号 对于我们中华民族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但是我相信 应该很多绿娃都不知道今天是干嘛 因为他们整天只会躲在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底下 因为他们读不了 但是你今天你要躲在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底下 你连这面旗子背后的历史 都搞不清楚 然后还有脸整天说 韩国人你们这些人赶快滚 赶快去当你们的中国人 都搞不清楚 青天白日满地红 就是中国人所创立的政权 你就是中国人生下来的逆体 自己脑袋被洗成那样不承认 还要我们要附和你们才是对的 真的土匪 那究竟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个人觉得超级讽刺 因为今天明明应该是 举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地方 该去好好纪念 该去好好缅怀这一天 结果不是 却是整天被骂独裁可怕的大陆 然后说人家这个篡改历史啊 之类等等等的大陆 在那大量的纪念这一天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79周年 然后啊帮这些绿蛙科普一下 这个在1945年8月15号啊 日本大哥哥天皇玉人啊 发布这所谓中战的宣布 无条件投降 然后我想问一下绿蛙们 你们知道吗 如果你们今天不知道 真的把你们身份证烧了 赶快滚吧 不要今天自己读不了 还要去霸凌那些正确论述的人 好不好 你们很爱颠倒是非是不是 为什么我今天那么激动 是因为我觉得很扯的是 对于岛内以现在的政权 是非常重要的 应该是要有大量的这些纪念仪式 但是结果哇岛内安安静静 而且啊岛内的媒体 让我觉得更夸张 基本上只有比较偏蓝的媒体 做报道 韩国人就只有看到 旺旺旗下的媒体 有对这件事做报道 就像这个工商时报啊 也是旺旺下面的媒体啊 直接就清楚地打 对日抗战胜利79周年 大陆央媒 你看 还是大陆央媒 发勿忘历史 海报缅怀先烈 你看 那岛内在干嘛 你知道今天赖赖赖青德还在干嘛吗 还在搞什么家庭日啊 你既然你要躲在这个 青天白日满地红 然后你又跟中国人孙中山宣誓之下 你连今天这么重大的日子都不顾了吗 你们这些独派真的 哎呦 下地狱吧 还有脸拿着青天白日的旗 我现在真的越来越觉得 大陆朋友啊 并不是觉得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多么刺眼 而是今天就是你们这些独独人士 躲在下面让人家觉得恶心透顶 真的不丢脸吗 连自己的历史都不尊重了 人家还要尊重你们干嘛 来 新闻报道啊 工商时报啊 就说啊 彭派新闻15日引述 大陆央广军师频道报道啊 1945年8月15号 日本无条件宣布投降 这个中华儿女啊 庆祝啊 日本投降了 我们胜利了 为了这一天啊 中国的军民欲血奋战14年 胜利啊 来之不易啊 铭记历史 无备自强 就为什么两岸现在实力差那么多 韩国人得到一个小小结论 也就是一个地方是尊重历史 一个地方是毁掉历史 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觉得 绿蛙不庆祝很正常啊 因为当时他们还被日本殖民嘛 所以日本殖民的时候 他们还是侵略者的角度 那如果今天要延续这段历史啊 那台湾全部都是战败 但是也不对啊 我觉得今天最讽刺的是 竟然大陆的一堆社群媒体 我有看到抖鱼上有一些新闻频道啊 甚至啊都放上晴天白日的旗子 也就是当年日本投降的那张很有名的 这个的照片 各位你们不觉得很讽刺吗 今天反而是大陆大量的放出这些照片 然后大量的展示晴天白日的旗子 而且是完完全全正视这段历史 所以今天还是拿着 晴天白日满地红的岛内 竟然没什么人在讨论 而且我还去查了那些大绿媒 哇 找不到这些新闻 你们好厉害啊 你们不是一直觉得 我们是民族自由的吗 你们不是常笑大陆人 看不到世界真相 你们不是常常嘲笑他们 资讯不透明吗 结果今天这么重大日子 然后前阵子 巴黎奥运不是还有一堆人 还想要举晴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 那你们这些要举旗的人 怎么完全忘了我们今天 有这么重大的日子啊 还是我们今天真的要承认 我们见到日本人就要下跪啊 韩国人我觉得我今天想法很公平 你们要去日本玩怎么样 我都觉得无所谓 你去欣赏人家优点 我也觉得OK 其实我跟各位讲个大实话 今天在台湾 根本晴天白日满地红 就只是一个工具 尤其在绿营执政红 因为他们现在读不了了嘛 所以那些绿娃 就是拼命好像要做 我们终于在国际场合 举了天天白日满地红 所以这个是绿营的外交大突破 这是绿营的政绩 韩国人我们看得很清楚啊 他们今天举的这面旗子 最终只是要得到自己的政治利益 得到选票 要告诉台湾人 因为我们也看习惯那面旗子了嘛 所以用这种感觉 用这种好像我们在国际场合 举的这个旗子 觉得好像 哇我们选了这个绿政府 所以我们的这个外交突破 这个大路也挡不了 但是这次巴黎奥运就很尴尬嘛 被没收 那甚至举着 写着台湾的也被拿走 还是被巴黎奥运的工作人员拿走 而且今天最恶心的新闻 岛内确实报很多 也就是岸田文雄啊 向靖国神社 供奉所谓的祭祀费啊 哇 而且已经连续五年 有内阁成员参拜了 今天啊 又有日本防卫大臣 还有经济在身担当大臣 去参拜了靖国神社 所以另外 你在问我说 为什么当时安倍没了 为什么大陆人要在那开席 在那那么开心 这不就是原因吗 还要我拿德国的案例吗 你们知道德国政府 在2020的新闻当时讲些什么吗 内文就写到75年前的5月8号 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然后为纪念二战结束75周年 包括德国总统还有总理 还有多名德国的政界人士 到了位于柏林的暴政牺牲者的纪念馆 出席并献花 当时啊 德国讲出最经典的话 也就是承认罪行不可耻 否认才是 你今天日本大哥哥 然后即将要卸任的岸田文雄 还向最让很多 当时被他们侵略的国家 诟病的靖国神社 供奉所谓的祭祀非 所以你说啊 是大陆人放不下 都已经过了那么久 还没办法原谅日本呢 所以大陆是仇恨教育 那我想请问一下 德国是怎么做的 同样都是二战 比较偏敌国的 这两大国 日本今天继续纪念那些战犯 那德国总统直接就说 承认罪行并不可耻 否认才是 你看嘛 那差别就是这么大 而且今天最讽刺的是 赖赖什么话都没说 反而近期让大家觉得很亲美 应该是要跟日本站在一起的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 还对此进行了谴责 也就是对今天岸田文雄 他们的祭祀 不要打谴责 那请问一下赖赖呢 连一个现在那么亲美的韩国 都会谴责 所以为什么韩国人一直觉得 西方讲这种人权 尤其美国讲人权 是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在美国眼里 就只有利益而已 请问一下 今天放在晋国神社 有没有当年杀美军的日军 当然也有啊 那美国今天怎么连个批都不放 因为当然 因为现在日本 就是被美国利用的工具而已 那今天日本只要乖乖地被美国利用 那美国就忘了当年那些美军 你怎么样死在日军的手下 所以他跟我讲什么人权 都只有两个字利益啊 所以台湾民众 你们可以继续地仇恨大陆 无所谓啊 绿蛙 你再继续幻想哦 西方会帮我们一起抗中 不要做梦了 整场局没台湾的份 你就是一个利益两个字而已 连今天这么重大历史 岛内没几个媒体报 然后看着读不了的绿蛙 举着这个青天白日的旗子 在这鬼吼鬼叫 真的 那神经病 真的被骗子执政啊 就是这德行可笑